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夫妻真的两相欠财在这一世结为伴侣 那会不会因此家里变得鸡犬不宁啊 其实夫妻呢 它是一种很深的缘分 那不管是善的缘还是恶的缘 有一句话说呢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诊明 今生能够成为夫妻的人 除了爱情呢 还需要很深的缘分的注定 其实所以夫妻的职严呢 它应该也有三世因果跟三生的情缘 这个所以能够结育夫妻 其实我是觉得是来处不容易的 是可疑不可求 所以有些夫妻 他不是只有说是来还债的 来报恩的也有很多 但是就是尽量呢 今生能够成为夫妻啊 就是即便是来抱怨来讲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好婴好缘啊 是没有错 那要怎么样维系友好的婚姻关系呢 你看有两种情况啊 从前女性呢只管相夫较子嘛 但是现在双新家庭啊 夫妻要怎么样更加的体贴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我知道现在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 没有错 也不是丈夫不够勤快 可是妻子你也要懂得体谅嘛 所以你看夫妻之间 怎么样配合才能够维系一个圆满的家庭 我想我可以提供呢 大使提到的这个 如何做一个好先生跟好太太 那大使提到呢 上等的丈夫呢 就是回到家里呢 可以帮助呢 太太料理家务 所以而且下班之后呢 他会就是能够提起太太工作的忙啊 辛苦啊 所以这个是很体贴啊 所以这个是上等的先生 那中等的先生呢 虽然没有做家务 但是呢 这个回到家呢 一看报纸之后呢 还会赞叹这个太太的辛苦啊 有感谢呢 太太的付出啊 至少会说好话 所以即使这个太太呢 再辛苦啊 他还会很心甘情愿啊 因为有赞叹嘛 是 那如果说下等的先生呢 这里时务就提到说 气势凌人啊 就是可能闲东闲西啊 再回家 都觉得是自己最辛苦 而且是家里的一个 唯独的一个付出 所以这种情况呢 可能也嫌太太不会打扮啊 就是很多的一些 负面的埋怨啊 所以一等的太太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呢 可以做一个贤惠的这个太太呢 让先生的无后顾之忧啊 基本上呢 大使提到夫妻之间 其实要学会跳tango tango就是呢 你往前我就往后 你往后我就往前 就是互相的尊重 所以太太一样是有分 上等中等跟下等 希望你成为上等的那个太太 或者是先生啊 那其实兴趣一致的话 是不是因为有共同的话题啊 所以就可以像刚师傅提的 跳tango 一唱一鹤的这样 如果是学佛路上都是同修的话 看待事情的观念就一致啦 所以处理的手法就很容易有共识啦 是 所以如果说 如果是佛教徒是最好 如果你的另一半还不是佛教徒 或者还没有寿界 可以度他来到佛堂 就是类似共同受武界 或者是共同参加佛光会的活动啊 所以你们在参加之后呢 其实回去会有很多 同样的一些话题 或者尤其像读书会啊 其实这种都能够建立一种共识 是的 如果他本来开始就有抗拒的 不要那么紧张 让他到大殿去参加法会嘛 我们像佛光山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的 如果要影响家里人的学佛呢 其实最好从自己本身做起 就是呢 你可以更关怀我们的家人啊 比说的还来得好 是 我们说身教终于言教嘛 是的 禁教更重要了 因为你直接带他来 这个庙里面的话呢 他就感受到这祥和的氛围 可能就更愿意投入了 是是 好 今天们感谢庙好法师的分享 到底要清楚 学佛有趣处 这个播放平台下的文案有链接 点选进去 可以匿名发问 每逢新三晚上八点钟 有法师为你解答 另外也请你来追踪 马来西亚佛光山的FB 或者是IG 找FGS-MyInbox 我你的疑问 打开小铃铛哦 因为你可以时刻 update到我们最新上载的内容 再次感谢 妙好法师 谢谢大家 道理要清楚 学佛有趣处 FORYO Q&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